南传佛教也好 我想各位要自己努力去参学 但是这个参学 绝对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我想要去泰国做作 我想要去缅甸做作 这一点都不符合 就是说你一定要去依止善知识 而且善知识最好一个两个三个都没关系 真正的善知识它们不会有冲突的 同样一个问题 三个看法大概都是相一致的 那才叫善知识 然后你适合先禅定 你适合先去厨房 你这个人很会读书 你最好每天去扫地 你把你的自私扫掉再来 你把你的冷库扫掉再来 这个人可能很会读书 但是他一点福报都没有 你应该努力的去修福报 所以他会跟你讲的 就像医生看病一样 针对你的问题去修行的 所以我想在如果 当然了我们去亲近的善知识是 他实修又有这些 再来他经教又懂 然后他对各种的教法都能够有点了解 就像读诵大圣经 又符合菩萨戒律 悲悯心 又辩才 又方法善巧方便 那这样 才能够成为一个叫人天师 出家人呢 就是你要成为人跟天人 天人是有他心通的 你跟他王世间这些文化技巧是没用的 因为他尊重有德行的人 所以那在这一点 就是要很真正的去观察自己 所以我想 我讲这个是我的看法 我只是觉得 每个人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要不断不断的回光返照 但这个回光返照又不离开佛法 释迦牟尼佛教法的回光返照 那为什么要观本尊 要观修 那你要观本尊 就是要从子 子就是说 升起次第 就先看他的外表 背他的 看得很清楚 他手上的法器 然后呢 进入观 那观就是属于 什么叫观 就是说 你把阿弥陀佛变成你了 就是说 阿弥陀佛的心就变成你的心 你表现出来的 与生就跟阿弥陀佛一样了 这才是汉传的观 就是说 以师字为己字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 你佩服太虚大师 你佩服虚云老法师 或是你佩服你的师父 那我们中国人说 这个师父 这个弟子的传承是谁 是这个弟子 他清除一栏 胜一栏 他有师父完全的优点 他又能够传承师父的事业 又能够把 超过师父一样 就像一个老板 终于得到一个好 好儿子 可以接待他的事业 又把他事业扩大了 那我想观 我想 除了讲了空性 我觉得 汉传佛教 跟藏传佛教的观 又不太一样 藏传佛教的观 比较属于 如幻如画的观 那藏传 汉传佛教的观是 那你做弟子的 你要有师父的影子 在你身上 心态在你身上 或是你是 修阿弥陀佛的 那不是你在理论上 你讲阿弥陀佛多好 如何如何 极乐世界多好 是你身上 有没有阿弥陀佛的味道 也就是说 很简单说 那个法师好慈悲 那就对了 他已经做到精髓了 因为那个法师 已经把这个佛法的 把佛陀的这种生命 进入他的生命了 所以我想 那汉传佛教 他就是从日常生活上面来修 大家一起生活 大家一起吃饭 自己面对信徒 同样我们都希望 能够推广佛法 但推广佛法不能利用信徒 所以你有没有真心 真心去关怀对方 而且这个真心 就是菩提心 但是你这个关怀 是深入境障 是跟不离开佛法的 又能够引导对方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就必须要 要自己要有福报 我想各位就像 假设你是爸爸 然后爸爸呢 一定会把全身 最好的交给他的儿子 包括他的前事业 那如果你有这个福报 碰到贵人 那你会得到很多精髓 但是如果术士没有积这个善音 那这辈子呢 有没有真正的在努力 那可能你会孤独一辈子 什么叫孤独一辈子 就是说用自己的想法 在看佛经 在跑道场 然后呢 在台湾就有这个形式 就是说 当这个人看经典 看多了 他就很想做老师 做老师 就不分在家出家 在家可以 好像比较正式开佛堂 成为一个住持 出家 在家他也可以做一个 什么佛学会 做老师 然后就开始用他的方法 来看谁 拉的信徒多 信服我的人多 然后他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就产生一个末法的问题 那这一点 像我们老一辈的 这个人 尽管他在 地址再多 再会讲话 输出了再多 他有没有师父 他这个师父 对他是不是有赞叹 比如说有些法师 在外面搞得很大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师父说 他是叛徒 他根本不理我 只是他能力强 不是他会修行 有时候他都会跟我们这样讲 因为特别有时候 我有参与到 有一些事情 因为我在办电视台 叫弘法 所以我们后来就会 就说这位法师 他是不是 他师父眼中的一个 好徒弟 这个是很重要 如果他师父没加持他 这个人没用呢 他读了十个博士 我们都不会 接近他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 失去传承了 所以我意思是说 汉传的传承 还超过藏传 因为他等于 背弃父母 背弃师长的人 就是 背弃了 虽然他 他赚了很多钱 你去调查他过去 哎呦 他对他父母不好 他对他太太不好 他对谁不好 你现在再有成就 都没有用 因为尊师众道 这是基本的 尊师才能够众道 所以 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当然我们要进步 我们要经常 齐寝三宝 让我们能够得益 累积累世的 这些有缘的善知识 然后每一位善知识 在某一个关口 如果你有恭敬心 你就很容易突破你那个关口 所以各位一定会觉得 就像各位有家庭兄弟姐妹先生 太阳 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很难突破 你跟他讲你没用 然后他就是被那个想法卡住了 他的个性卡住了 然后呢 他把这个个性当作他自己的 反正他就到老到死 都维持这个个性 想法 那是非常可怜的一个人 那因为什么 他没有归于三宝 他可能是佛教徒 但是他没有师父 所以 当然为了要正的空性 也为了要知道什么叫大悲心 或是菩提心 那一定要很虔诚的 自己也在努力 自助以后 天助 天助以后 人助一样 那这些护法上神 也会引导你去找到 对你在突破 目前这个关节有帮助的一个助缘 所以我想就像 任何一个祖师大德 包括莲花生大师 包括达默祖师 包括阿底嘉尊者 在他们从开始接触到 所谓修行 一直到有成就 都有很多善知识 一直在加持的 甚至这些空性母 也会一直在默默的 包括诸佛佛达在加持他 因为他要培养他 所以 那当然 看书的部分 各位一定要看 就是说 释迦摩尼佛的传记 一般各位听得到 这些经典 你一定要看 你会有一个 知见上的正确与佛 那但是这个知见正确与佛 你要不要用在你身上 比如说慈悲心 那有时候 这个人根本你感觉不到 他一点点慈悲心 他一点点都没有 因为他碰到某个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会计较 他根本跟这个平等 慈悲没关系 那这个突破点 因为他没师父 所以我们刚刚讲 我们汉人的法师在外面 请问你师父是谁 这一定要问的 如果这位法师 他没师父 那我们就不跟他在 不会得罪他 那阿弥陀佛就离开了 因为他没有加持 这个就是在嘎举派这一点也比较 也蛮重视的 嘎举派跟格鲁派又不太一样 重传承的叫金刚 这个叫宝链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串下来不能断掉 不能断掉 所以那对我们自己修行也应该 应该如此 所以简单的说 那各位就 特别是女众 女众也应该 很多事情 你的心事很多事情 如果你去医治男众法师 有一点困难 因为有些事情 可以男众法师可以跟你讲 但有些事情是女众法师 必须要跟你讲的 那这一点叫靠自己努力 不然如果很可惜 就是说一个人来出家了 我们也看过很多人来出家 结果一点都没进步 没进步以后 然后用尽办法想要 看到别人成功 我也要成功 看到别人盖寺庙 我也要盖寺庙 看到别人做法师 我也要做法师 有看到很多这种情况 但是问题是 他没办法给人一种法喜 而是用一种管理控制信徒的方法 因为他想要保护他这个范围 那事实上因为 佛法谈的是 你用心机就错了 因为什么样因什么果 这是自自然的 你不需要为这个去攀缘 就像一个女孩子 叫天生栗子 漂亮就漂亮 他不用化妆也漂亮 因为你唱歌一样 好听就好听 这个不是装出来的 你怎么装 所以在这一点 我想不过我个人的观念 你听我这样讲 要去找善知识 我就找我到处找 这也错 很多人说 你做我上师 你做我师父 我说你都不了解我 我也不了解你 这样讲是错的 基本上 虽然是善知识很重要 但这个善知识 我永远讲一句话 你准备好做好学生的时候 所有的上师都会出现 因为每一个佛菩萨 都在找传承者 如来在找心子 就像我们 释迦牟尼佛最大的欢喜 是你发菩提心了没有 对不对 你发菩提心了 那你就是佛陀的心子 然后那些诸佛菩萨 都会意念你 然后想尽办法 护法神会安排你 碰到最好的 种种的因缘 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说 就算你碰到佛的善知识 问题是你没有真实 要修行或发菩提心 改变自己 或是习性 或是爱狡辩 或是爱面子 或是有什么不好的心机 什么叫不好的心机 在我们受戒的时候 他会问你 你是不是贼住 贼就是你根本不是真心 要来修行出力心 或大悲心 你只是来这里面 混脑了过你的生活 是不是在这里面 骗骗钱的 或是在这里面 要去破坏佛教内部的 这个叫贼住 你是不是贼住 那这个还要去观察 所以当然正在 我们这一次短期出家 很多条没有问 这里面你有没有传染病 你有没有劝人家钱 正式才会问这个 你现在身上还有官员的身份吗 如果你身上还有官员的身份 你不能出家的 因为你是国家的公务员 你要经过国家同意 然后你的性向有没有问题 同性恋 或是阴阳人 或是你父母同意 就有好像三十几条 三十几条 这个要问的 那这些问的 当然 有没有贷款 如果你外面有贷款 也不行 你外面有 或是说 配偶同意佛 父母同意佛 这些是 哪一天各位 当然 你如果正式要出家的时候 然后 你的师父 或者那个团体 可能就会 就会问得很清楚 但是基本上 还是各位看看经典 就那天看了仪教经 四十二章经 慢慢你会了解 出家人在做什么 然后大乘的经典 有很多都可以看到的 然后 那按照这个心态 你愿意 你愿意这样子做 就像各位看一部地藏经 佩服得要命 我要做地藏 我要 我要如此 那这个叫大乘种姓 那这个大乘种姓 有时候就跟藏传不一样 藏传它比较 有时候比较痛苦 虽然你是大乘种姓 但是他依然 希望你从释迦行开始 十万败这样 去修 那站在我们汉传呢 不见得会如此 比如说我们的佛学人 有初级班 中级班 高级班 研究所 然后如果真正的老和尚呢 他就 他观察你一阵子 先住下来 住下来 观察你两三个月了 你从初级班学 我是博士硕士 我是硕士毕业 初级班 他就跑掉了 医生说你没资格 他还熬了下来 算你厉害 因为你连带人处事都不会 你是硕士也没用 那有些虽然是高中毕业 然后老上说 你直接去研究所 哎呀 你已经修得皮肤好了 这么努力在服务大众 这么慈悲 这么柔软 这么虔诚 你直接就上研究所 因为你的心性 太好了 这不用再磨念 所以我想 当然这里面 各位最好有一个谦虚 就是说 愿意透过别人跟你说 然后你很谦虚的 不要跟人家辩 大小声 或是说排斥 然后你很谦虚的 接受别人 然后别人跟你讲的话 你要很谨记在身 我永远要改变 所以那这样你有进步的空间 好吧 我就随便讲 但是这一点 我想各位再来几天 比较轻松 再来你要回去 我觉得环境 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吧 环境的因缘变化 或是待人处事 然后这个助缘非常重要 只是你自己一定要帮忙 不要让自己失败 就是说 今天你在一个家庭里面 你要成为全家 都欢迎你的善良人 那这样比较符合大乘总性 你在一个公司上班 一个社区 你也成为一个 这个公司里面 大家最欢迎人的人 所以我们那边 有很多小沙咪 我都告诉他们 如果你们将来真的要出家 你成为班上的模范生 不见得低迷 那你至少成为班上的模范生 那你有可能成为一个出家人 但是我发觉 骂老师 骂校长 做小偷 哇 这个 当时读书又很厉害 什么人都有 所以 这个 这样以后 虽然他读书很厉害 那问题是 如果这样子以后 他真的出家以后 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因为他会用他的佛教的知见 然后呢 去批评其他的宗派 然后变成一种邪见 就会把事情闹得很大 所以 动机 重要 感谢观看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知素 放生 失实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红法行程 9月6号星期三 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 顺喜余额形成一千万倍 下午一点 台南关系平台 于兰盆 孝亲报恩 消灾祈福 护生点万灯 购万水 祭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连的电话 06-213-1112 06-258-9177 07-607-3377 9月7号星期四 下午一点半 于宁海峰国小分校附近 新逢教校乐 点灯购水 要贡 护生 即大蒙山超度法会 连的电话 05-633-1565 9月8号星期五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持山除色九十节 王母娘良圣代 上午九点半 嘉义慈悲壶 点万灯 公安水 恭送地藏经 其持送报父母恩咒 护生 慈悲诗时 祭于兰盆 梁皇法会 圆满总回向 点灯电话 05-225-5888 05-216-6700 9月9号星期六 执年太岁 新君千秋 观世音菩萨 殊圣功德日 圣行与恶行成 一百万倍 下午一点 台中洲际棒球场 中区联合举办 孝亲报恩 护生 护生 点灯 供水 幼拱大蒙山 慈悲诗时 法会 年的电话 04-2238-9987 9月10号星期日 上午10点 新竹浦原佛道院 北区联合护生 点灯 幼拱即大蒙山慈悲诗时 超度法会 年的电话 02-2917-8855 03-533-7368 9月12号星期二 晚上七点 桃园高中人文艺术馆 心灵讲座 点到电话 03-331-0553 03-347-7666 9月13号星期三 念卢圣纳佛 大士智菩萨 池拆除随一千节 诸葛武侯千秋 法王圣君千秋 少五八点半 板桥悲愿讲堂 八观灾戒 点灯 要贡 护生 祭甘露时时法会 年的电话 02-2951-0355 9月14号星期四 龙树菩萨圣诞 念地藏菩萨 卢圣纳佛 池摘除随一千节 郑炎平 郑王天秋 上午八点半 基隆法研寺 公送地藏经 于兰盆经 点万灯 贡万水 护生 祭大蒙山 慈悲师时 超度法会 联统电话 02-2456-2057 9月15号星期五 莲花生大事书胜功德日 扇行与恶行成十万倍 下午一点半 新店大名讲堂 心灵讲座 点灯电话 02-2917-8855 9月17号星期日 念阿弥陀佛 旨在除随九十节 上午八点半 及下午三点半 桃圆林口体育馆 国立体育大学 国际供佛摘生大会 即大蒙山法会 联络电话 02-8226-7559 9月21号至9月22号 香港红法行程 9月21号星期四 等迟如来书胜功德日 扇行与恶行成一百倍 上午十点 香港幽坛委上主委 真善录 点灯 要拱 祭慈悲师时法会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点事 嘉义生命讲堂 举办点腕灯 共问水 护生 慈悲师时 即莲黄法会圆满总回校 恭请海涛法师主法 日期9月8号星期五 下午一点 地点嘉义慈悲湖 地址 嘉义县中浦乡和路公馆 70-56号 给了电话 05-225-5888 05-216-6700 中午十二点 于嘉义车站 嘉义中心 及嘉义讲堂 备有接驳车 请先来电登记 生命点事 台中无方讲堂 举办中区 零和孝亲 报恩法会 护生 点灯 供水 耀供 记大蒙山 慈悲师时 恭请海涛法师主法 日期 9月9号星期六 下午一点 地点 台中中际棒球场 停车场 地址 台中市北屯区 崇德路三段 835号 点的电话 04-2238-9987 04-2238-9987 台中火车站 站前搭乘 5871-127公车 至周际棒球场 各位念佛的时候 不能光嘴巴念佛 那不是念佛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 念佛不在嘴 打坐不在腿 这什么意思呢 不管你念佛 拜佛 打坐 都要 深口意 都要 你念佛的时候 身体 很庄严 拜佛 进一步身体 像阿弥陀佛一样 再来嘴巴 不骂人 不骗人 慈悲心 念佛 心里 跟阿弥陀佛一样 地狱众生 鬼道 畜生道 所有人类 都消业障 都往生净土 心里要有慈悲心 所以念佛的方法 我顺便教各位 就是说 你一开始要念佛之前 最好要念这三个字 来 奥阿弘 奥 身体干净了 就像各位现在穿白色的衣服 身体干净了 阿 嘴巴干净了 因为嘴巴 把吃蒜头 吃肉 骂人 先给他超度超度 因为你要念阿弥陀佛 奥 心里干净了 没有生气 没有欲望 这个时候没有 奥 所以这三个字很重要 不但东西干净 人也干净 所以念一下 奥阿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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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